国台班回应美国一个月之内两度对台军售 批评华府向台独势力发出床信号 民进党企图以无谋独系死路一条 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我们坚决反对 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 不自量力 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 加剧台海紧张 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